黄面下锅 老板展现真功夫 因为炒面不是用竹块 更不是锅铲 而是拿出一个像是大扇子的后壳 在大锅中来回绕圈圈 黄面浸泡在鹅仔汤之中 冒出了阵阵白烟 后壳来回搅动 接着往下一盖将面条闷熟 一般店家大多用的是木制或铁制锅铲 但超大一片后壳 可是头一次看见 老板说后壳加热后 质感变得软Q 炒起面来更有弹性 不容易断 我也是在那旁边看到它炒到好 不只是特别 唯一好吗 流传80年的老手艺 后又被称为马蹄蟹夫奇鱼 存活在地球上时间超过4亿年 比恐龙还早 又被称为活化石 超豪华的海鲜汤饭 还有云林这一坛餐车 从北到南啪啪噪 大锅煮滚豪迈又澎湃 浓浓海鲜汤汁加上沙茶香气 有鹅啊 笋丝和虾子 雪玉丸跟透抽 另外还有拼盘生鱼片 后切又大盘 尤其业者透过脸书公告营业地点 全身跑透透深出鬼没 却依然能保持海鲜鲜度 每天五点营业总是如此大排长东景象 等着异常美味 超狂澎湃美食令人垂涎 解中部综合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